而随着完颜亮的被杀,数十万金军也丧失了斗志,纷纷向北溃逃 得知消息后,此前一直未战的赵构非常高兴,玄吉下令亲征 受到皇帝亲征的鼓舞,宋军也在淮河一线展开反攻 并攻过淮河,收复淮北诸多州府,大友继续北上,光复河山之势 奇怪了,此前唯唯诺诺的宋庭这时候怎么突然转性了 这是因为就在宋金激战于长江沿岸时,金国占领的河北山东地区 崛起了众多抗金武装,这其中以山东豪杰耿京领导的义军 规模最大,有将近25万人的规模 耿京起义成功后,派麾下大将新契级到江南联络南宋朝廷 赵构凭空得到一支胜利军,所以才转变了态度 当时,赵构对辛契级表示,你们需要什么,朝廷就提供什么 你们好好打,与官军正面配合,在金军后方脚踏个稀巴烂 然而,就在辛契级受到赵构封赏,返回山东的路上 耿京却被手下叛将张安国刺杀 张安国杀了耿京后,带着五万亿军投靠金国 辛契级得知消息,不甘心大好形势就这么富之东流 便召集跟自己一同前往临安授封的王世龙等五十余人 在五万大军的眼皮子底下,硬闯张安国的中军营帐 将其升勤 为了鼓舞江南民众的抗金热情 辛契级没有选择在山东处死张安国 而是将其压到了千里之外的临安,交由南宋朝廷处理 后来辛契级一行人纪律严明,威风凛凛 沿途的金兵都不敢拦阻 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张安国被带到南宋 斩杀在了临安的闹市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这首千古名剧原本是辛契级写宋五帝流域的 但用在评价辛契级本人身上也毫无违和感 不过辛契级的壮举终究没能唤醒南宋朝廷收复故土的热情 就在得知耿经遇刺的消息后不久,赵构就下达了停战的命令 对此,于允文与赵构聚礼力争,但最终只换来一句 知道了,你且去吧的回复 公元1162年5月,赵构以眷秦为由 决定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慎 所谓眷秦就是厌倦了没日没夜工作的意思 此时的赵构55岁,已经远远超出了北宋皇帝的平均年龄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也厌倦了担惊受怕的日子 毕竟只要他还是皇帝就有守土之责 就不能随便卷铺盖跑路 而他最怕的事情就是去浅县督战 在赵构看来,虽然这一次他又侥幸赢了金国 但下一次呢,万一下一次自己君王死设计了呢 赵构不敢想,所以他动了退位的念头 只要退位了,太子变皇帝 下次宋金大战就该是赵慎去浅县督战 君王死设计了 至于他赵构,屁事没有 太上皇嘛,该跑路就跑路 谁会闲着没事管太上皇去哪呢? 公元1162年6月10日,赵构宣布退位 将皇位传给了养子赵慎 第二天,赵慎及皇帝位,视为宋孝宗 宋孝宗即位后,金世宗前使傅林安 要求南宋遵守绍兴和义 归还采石基之战前后被宋军攻占的淮北州府 并依旧力每年向金国纳贡淫捐 孝宗认为淮北州府是宋军将士用生命夺取的 不可能归还 至于遂贡,这本来就不合理,更没道理给 为了应对金国的报复 孝宗启用张骏,重用于允丸并为岳飞平反 公元1163年3月,在张骏的主持下 南宋发动了龙兴北伐 此次北伐,宋军兵分两路 分别自豪州、虚夷渡淮、连克、陵壁、红县、宿州等地 得知前线捷报,孝宗非常高兴,下诏亲征 金世宗则大怒,调集精兵发动全面反扑 这一战宋军李显中部在宿州与金军大战 双方伤亡均在万人以上胜负相当 但在关键时刻,另一支宋军的主帅邵宏渊 却因为此居李显中之下,不仅故意做官成败 还派人散布流言,动摇军心 导致李显中最终因独立男之被迫撤退 得知前线战况,此时已经是太上皇的赵购 第一时间就收拾金银财宝 并雇了五百民夫摆出随时跑路的架势 他还威胁孝宗,立即停战 你就忍心看着养父一把年纪了,还飘零在海上吗 孝宗是个孝子,见太上皇施压 又见宋军以退守怀河一线 便只好罢免张俊 重新启用主和派大臣汤斯退为相 主持与金国的议和 后来因为金方的议和条件太高 孝宗无法接受 因此在1164年 孝宗又再次启用张俊全力备战 可是就在张俊整军备战的同时 以汤斯退为首的主和派却在后方捣乱 主动弃守了楚州、豪州、楚州等江北重镇 导致金军一路势如破竹 宋朝的长江防线又再度告急 到了12月 备受打击的孝宗只得与金国议和 签署龙兴合议 这个协议的内容有四条 一、南宋不再对金国称臣改称输职之国 二、岁贡改称岁壁 数量由原来的银25万两捐25万匹 减为银20万两捐20万匹 三、南宋放弃所占的海州、四州、唐州、邓州、商州、秦州、六州 将界恢复到绍兴合议时的状态 四、双方交换俘虏 但不包括叛逃者 对于这个协议 太上皇赵构很满意 但孝宗很不满意 为了洗刷耻辱 孝宗将北伐事业托付给余允文 但余允文却于公元1174年去世 之后的十几年 孝宗决定效仿老祖宗赵匡胤 尽量多攒钱 用金钱收买议事 完成灭金复仇的大业 可是每当孝宗想干点大事时 赵构都要出来牵制 而随着锐气被时间慢慢磨平 孝宗的北伐意志也逐渐消沉 公元1165到1206年 宋金维持了41年的和平 这种和平的日子 让宋金的国力都达到了巅峰 金国的人口按照金史记载 达到了5353万人 南宋的人口根据后世学者的估算 在6000万到8000万之间 不过战争才是古代历史的常态 和平从来都只是短暂的宁静 就在南宋和金国40年不时兵戈的时候 历史再一次轮回 公元1162年 当宋金正在厮杀之际 一个男婴在蒙古沃南河派孤孤落地 他的名字叫铁木真 而在40年后 铁木真就带着他的部落颠覆了整个世界